來歡迎您來到李教練的駕訓世界 給您開車上路的標系列 標系列 標系列 通過換檔穩定測試後 眼前就是上坡的坡道 坡道上有四條管線 首先方向盤中心 得對準由左至右算來的第二條管線 自排車的學員 你的右腳要像練輕功般的輕踩油門 汽車便緩緩緩上坡 為要停路坡道上 兩橫白線內的限定範圍 方向盤對到了坡道上 橫式排燈感應裝置的第一顆燈時 停 汽車前輪停路限定範圍了 這時拉上手煞車 接著放開手煞車 輕踩油門上坡起步 下坡時 汽車緩緩下坡 請勿踏踩油門 沖下坡道 學手排車的學員 那可得要有一點Fu了 來 輕踩油門 讓轉速達到2000轉 並維持定位在油門踏板高度 然後輕放離合器 汽車便緩緩緩上坡了 這個車得對準由左至右算來的第二條管線 看不到前方管線 視線轉移左照鏡 維持車體左側邊與坡道上管線的平行 當方向盤對到了第一顆燈時 停車 接著拉上手煞車 來 輕踩油門 讓轉速達到2000轉 並維持定位在油門踏板高度 然後輕放離合器 轉速下滑至1000轉了 也維持定住 這時會感受引擎動力 驅動汽車準備動起來了 注意了 能維持著左右腳在其定位處 鬆開手煞車 汽車起步往前上坡了 視線轉移左照鏡 維持車體左側邊與坡道上管線的平行 下坡時 嚴禁踏踩離合器 空檔滑行喔 這樣上下坡道的測試 也就過關了 YEAH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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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